创建数家出租深阳国宝 CP值输给文华院 明月买豪宅不稀奇 出租豪宅就很罕见了 近日591出现豪宅深阳国宝的求租资讯 房东最次创建集团数成万家族 出租11、12楼户 富豪房东不止一位 经营前董作蒋东郡 也出租名下豪宅文华院4楼、10楼户 苹果新闻网实际比一比 创建数家开出月租55万元含车位 还要再另外付6万多元的管理费 蒋东郡租金同样开出55万元 还包含16万元的管理费 深阳国宝总评数278.58平 格局7房4厅6位2阳台 公设18% 计算后实际使用评数约228平 文华院总评数340.92平 格局5房3厅5位4阳台 虽然房间数较少 但实际使用评数也设228平 且公设有33% 深阳国宝没有家具家电 只有配热水器、冷气 文华院从热水器、冷气、天然瓦斯 到冰箱、洗衣机、衣柜 通通有 深阳国宝屋林28年 装潢偏旧 社区附属的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宴会厅、教养村 文华院屋林6年 拥有文华东方酒店规格的物业管理 还有多功能景观宴会厅、空中花园 顶级水疗SPA等奢华设备 以同样的租金来看 文华院CP值绝对完胜 唯一比不上的是 深阳国宝可以养宠物 有养毛小孩的租客 可以考虑看看